五月初二,谢夫人带着谢芝珍前往长安城郊香火颇盛的昭提寺上香礼佛 说是上香,其实是她与吕夫人约好,接个安静的所在,好见一见她家的大公子 姐姐,我这里被一些琐事绊住了手脚,你和母亲先去,我忙完必去接你 她原本也是打算同行的,没想想临到跟前,太子宫中的长使送了几本账册过来,请她帮忙核对一些数据 二人在堆积如山的陈年旧账里折腾了半日 你看,早在半个月之前,太子殿下便使人借过这本账簿,这里还盖了殿下的印信 为何现在又要我们来查,可是哪里出了差错 谢芝芳皱了皱眉,忽然似乎想到了什么,腾底一下跳起来 这是吊虎离山之计啊 是山粉,怎么会有山粉 我乃黑牢寨寨主,雄阔海 石像些的,快快放下兵器,交出金银财宝,或可饶你们性命 车里坐的是太子太父府上的家眷 一是去寺庙里上香 随身只带了五百两银子的香火钱 还请大王收下,给我们行个方便 谢谢大家 好